抖音奇妙之夜 赵露丝就像巴音和芭蕾舞剧中别致的公主 她让人着迷 赵露丝在2023年抖音盛典夜晚的表演是一场迷人而难忘的盛会 给在场的每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星星照亮夜空时 她演唱的新歌With You 为现场营造出一种神奇和浪漫的氛围 她的悠扬嗓音穿越凉爽的秋夜空气 触动了观众的心灵 留下了甜美的梦想和珍贵的回忆 With You的中文版本在舞台上隆重亮相 赵露丝清澈的女性声音为这首歌注入了新的生命 这场表演证明了她音乐才华和情感深度的见证 观众们度过了一个充满魅力和优雅的夜晚 赵露丝的表演为一个充满娱乐和奇迹的夜晚设定了完美的基调 赵露丝的表演的甜美和动人之处是不可否认的 她的歌声和舞台表现散发出一种纯真和优雅 似乎可以治愈任何被生活的挑战所压倒的灵魂 在一个常常充满混乱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赵露丝的表演就像一种抚慰的膏摇 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逃离混乱的感觉 留下了温馨和希望 赵露丝表演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 第一是她的服装选择 她登上舞台时身着令人惊艳的公主风格服装 让观众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她未来的现场直播 她的时尚选择一直展现出她的风格和优雅 使她成为了时尚的引领者 显然 她在表演的每个细节 从发型到服装 当然还有歌唱方面 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这种奉献精神表明她致力于 为她的粉丝创造一个令人难忘的体验 赵露丝的磁性吸引力 不仅仅限于她的音乐才华 她甜美迷人的个性让她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而在抖音盛典夜晚2023的评论中 她的粉丝们表达出了她对观众的影响 赵露丝每天都越来越美 我是她的忠实粉丝 这种说法反映出艺人的持续成长和发展 赵露丝今晚看起来真的很迷人 但我不禁想知道 是否有改变造型师会让她的时尚更上一层楼 有什么建议吗 在这里 她的粉丝们提供了建设性的反馈 表现出了她们对她成功的承诺 今天赵露丝公主 如特彻底让我陶醉在她的美丽之中 她的粉丝们不禁被她光彩夺目的存在所吸引 赵露丝今晚真是美如画 宛如一个活生生的洋娃娃 将她与洋娃娃相比 强调了她的美丽是超凡而迷人的 我绝对是赵露丝的美貌的忠实粉丝 她就像女神一样 这则评论进一步确立了她作为一个偶像的地位 这位姑娘就像纯粹的魔法 像一个音乐和芭蕾舞者 优雅地旋转着跳舞 与音乐和芭蕾舞者的比较强调了她带给表演的魅力 赵露丝不仅仅是一位歌手 她是娱乐界的明星 她的不懈努力和迷人魅力已经在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全球的粉丝心中确立了她的地位 她的每次表演都能够吸引观众 并巩固她作为中国娱乐界新星的地位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她的下一次表演 知道她将像他们在这个难忘之夜 所见到的那样甜美和迷人 在一个经常充满混乱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像赵露丝这样的艺术家 通过他们的艺术为人们带来慰藉和灵感 她在抖音盛典夜晚2023的表演 证明了音乐触动灵魂并创造永恒魔力时刻的力量 赵露丝不仅仅是一位歌手 她是娱乐界的一束光 在她充满魅力的表演中 她的未来注定将像点缀 那个难以忘怀的夜晚的星星一样明亮灿烂 薛婉儿的旅程高级女组长中的从欺骗到英雄复仇 高级女家长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戏剧 成功地将快节奏的情节 短小的剧集和引人入胜的人物 挣扎融为一体 创造出一个吸引人的叙事 故事围绕女主角薛婉儿的困难和挑战展开 她要应对家庭背叛 反对与赵妍的关系 以及一系列的欺骗和背叛 这些威胁着她的生活 这部戏剧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 她快节奏的情节 叙事迅速展开 没有不必要的冗长场景 这往往会拖慢故事的节奏 这种快速的节奏使观众坐立不安 渴望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曲折和转折 快节奏的叙事保持了故事的动力 使观众投入角色的命运 尽管每集的时长较短 通常在十分钟左右 但高级女家长成功地保持了叙事的完整性 每集都有助于整个叙事 使其感觉像一个有机结构且完整的故事 这种方法迎合了现代观众对点播内容的偏好 同时确保故事仍然令人满意和完整 女主角薛婉儿是一个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的角色 她的挣扎是故事的核心 她要面对家庭的背叛和对她与赵妍关系的反对 这些挑战迫使她成长 适应 并为自己的幸福而战 她的坚韧和决心使她成为一个值得钦佩的角色 观众不禁为她的成功而加油打气 在她困难的时刻 薛婉儿的一个重要支持者是她的姐姐薛灵仪 她们姐妹之间的情感纽带是故事中一个温暖人心的元素 展示了家庭关系中的力量和坚韧性 薛灵仪不仅是一个支持性的姐姐 还是欺骗和背叛的源头 为情节增加了深度和复杂性 当薛灵仪的行动导致薛婉儿的孩子的虚假亲子关系 以及母子受到虐待时 戏剧的情节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这种背叛成为薛婉儿 发现孩子真正亲生父母并计划与孩子逃走的动力 为一个激动人心和情感丰富的旅程铺平了道路 孩子真正亲生父母的揭示是戏剧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她推动着薛婉儿进入她生活的下一个阶段 当她寻求复仇并夺回她的孩子时 故事的焦点转向了她的坚韧和机制 故事的这部分充满了悬忍和紧张 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薛婉儿的世界 戏剧还引入了一种浪漫因素 因为薛婉儿被认为已经死去的丈夫 容颜重新出现 他们的感人重剧是一个温馨的时刻 随后容颜真正身份的揭示 为故事增加了更多层次 导致了情感和忠诚度的复杂交织 应对具有影响力的容家的复杂性绝非易事 薛婉儿和容颜必须共同努力 为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这部分情节突出了适应新家庭 以及伴随而来的家庭动态的挑战 随着叙事的展开 这对情侣追求胜利的复仇之路 变得更为突出 他们寻求对那些伤害他们的人进行复仇 这一主题引发了许多 喜欢正义和辩护故事的观众的共鸣 最终高级女家长 美满地结束了她的叙事 为情侣找到幸福创造了令人满意的结局 总之高级女家长是一部杰出的戏剧 出色地平衡了快节奏的情节和短小的剧集 提供了一个完整且充满情感的故事 女主角薛婉儿的挣扎 她的姐妹支持 欺骗和背叛元素 以及对报仇的追求 使这部戏剧成为那些 喜欢扣人心弦 且引人共鸣的叙事的人必看之选 凭借其精心编排的叙事和引人入胜的角色 高级女家长是坚韧 爱情以及战胜逆境的力量的名正 同一年 具体能增 coco